谁啊都谁是狼队友啊都谁是呢我我把好吧我们要么也就砍吧 怎么说我跟着他们走了 我跟着他们走了 那我们怎么着我们我们你们两个定 你们两个定 你们两个定 这怎么就关灯了 那我得报警了我只能报警了 啊你爸爸 不是咱们两狼在旁边你这么砍的不是很 我这边卡卖了怎么办啊 我躲了我躲了我我在我躲了我在办公室 感谢福利宾送的小猩猩 你是这么砍我来办公室我来办公室 你是很容易出局吧 哎呀这是 哎呀没事就这么听吧 我谁的直播间都不去省得到时候又说溃屏 这有点难啊 他听不到说话是吧 啊 啊那个尸体在那个体育室那个呃死的是那个6号然后当时我记得身边有有谁来的有有好像有9号然后当时9号和那个6号在这修修那个病毒 乒乓球那个桌子然后我在这等着那个等着那个6号然后天就黑了天就黑了亮了之后然后他就死了哎是我记得好像旁边还有7号和4号吧啊反正就是这些人然后然后6号就死了啊然后那反正我是好人那只能是在除了我之外的这几个人里面出好吧那那没了但我也没我也不知道谁砍的好吧 那肯定往往不可能是我砍的好吧那我完了我这反正挺好人那我过去 呃那个10号翻译啊我是牧师我出门呃就跟着我只跟着那个0号我就验了0 0是个旅行者那我就现在只做了一个任务是一个东区时康调查笔记 其他任务还没做呢就在那个其实说给你们听你们真不要不相信我在食堂里面迷路了 因为食堂后面还有一个门我就在那边来回走所以回来时间都有点晚 其实食堂离这个教堂挺近的可是我真的在里面又迷路了 哎呀真的汗颜我是个牧师啊验了100是一个那个旅行者 嗯因为我出门就看到0我跟在0后面我就验了他我是在哪个位置我是在进了那个后面那个就是进了那个 我满了七八八个这摇什么摇我是在进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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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地方就是进了我去做任务的那扇门里面验的他我跟在他后面验的过了 哦现场有734我当时在那个修理那个乒乓球台子我开局两个任务都是都是那个乒乓球台呢一个是旁边那个桌子然后是一个是修乒乓球台 我天黑的时候应该有人听到 我修那个乒乓球台的声音吧 我修完了以后 天亮了之后看到那个 三号报的景 当时七次都在场 三号就刀了一个人自刀自报 我觉得不太可能吧 因为刀一个人自刀自报 我认为没什么收益 而且从数据库来看的话 JY昨天都吃过这个亏了 他今天还那么干 灌灯刀人自刀自报 我认为不太现实 而且 他是抢先来报警的 钱之位发言我觉得还可以 那七次里面得出狼 那个七好做作 七刚才跟那个十号牧师发言 他可能晃晃晃 摇头晃脑的 现在又开始摇头晃脑 就七次里面肯定出狼 好吧 三我觉得不像 听您七次发言吧 然后那个牧师 不是验了个精水的后之位吗 我要陪着韩王走了 我要陪着韩王全程做任务了 其他的就先过吧 没太多信息 虽然我的现场 但是我觉得 应该在七次里面三 我认为不太可能吧 当然也有可能 可能我看错了他 也不见得 听您七次的发言 如果特别好的话 也可能过了 我先做的是那个办公室搜索文件 然后第二个任务就是去最近的乒乓球馆 那个修那个球桌 然后我是白痴盆 你们就在397里面投吧 反正天亮了之后 离尸体最近的是9跟3 但是我们当时四个人进去 天黑之前是四个人都在那个屋里 不是他砍这刀就不太好 然后离七次最远的是七 因为一共就四个人 其实天亮了以后 那个体育室不是有两个门吗 我们从那个办公室那个门进去了 我进去了以后 然后七次离我们最远了 他大概在球桌那个位置 然后天亮了以后 他从那个靠近教室杂物间那边那个门 往我们这边过来走 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是白痴盆 就听那个金水来着 零号吧 是零号吧应该 就听金水归票吧 好吧 然后我就跳个身份排个水 我过了 二号玩家发言 这游戏我是好人 然后我把我一开始的全路的 全部的心路一程说一下 然后我只做了一个食堂的任务 东京食堂一个调查杂物队的任务 出门呢 我是看到我的任务 选择先去东区嘛 然后我再从电梯 走电梯的边上的这个门 然后我去往食堂那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看到了七号玩家 所以我很好奇 七号玩家 你地下室有任务吗 如果有任务 你为什么不进地下室 这是第一 如果你没有任务 你为什么在电梯门口 在那边晃了 等了大概两到三秒钟 然后过了一会儿 你又跑了 你又跑回正门去了 所以你当时那个举动 我自己是一个好人 我对你这个举动是匪夷所思的 这是我想打你气的一个原因 至于你是不是 砍了那个六的人 我不知道 也不关我的事情 后面金水可能会去做这个判断 听了你的发言之后 但你的行为对我来说 是被我标记的 然后出门就有了一个紧急 所以九号玩家 当时也是立马就上了 我的标记名单 出门直接刷紧急的 对我主要其实没懂 七号为什么要再 这一轮发言 是半保了一下三分 因为两狼在场 四个人在场 他这么刀 其实当时只能抗追我们求徒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那四反正跳了 因为六号玩家被刀的 对啊四个人 那个位置一定就是397 里面是有一个人 是刀的 天使宝宝降临的大天使 所以我觉得等会 林就在397里面去出人吧 天使宝宝 终于降临了 四号玩家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白痴 咱们也管不了 好吧 我是个好人 然后主动听一下七的发言 解释不过关 直接投七也是没什么问题 可以啊 天使宝宝来了 喂 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听到闪一下手电 可以听到是吧 不好意思 我这边卡麦了 我听不见你们前面都说了些什么 我一开始先是去的那个地下室啊 去了地下室 发现任务没有地下室的 我又坐电梯上来了 然后在往乒乓球那里跑的时候 跑啊 闪手电是啥 能听见是吧 能听 不能听见吗 没关系 主要这样的话 我们那几个人里面很容易被人有人被盲读 你知道吧 有白灵在他妈很有可能 他们就直接先把七出了 然后就把我读了 再把四推了什么的 而且四还跳了个白痴 我个人是想出七啊 我就比直走 三九七里面一定有坏人 然后天黑以后天亮了 我就看到五号玩家和十号玩家 没错吧 牛肉干干 一会儿我们三个人天亮了以后是 七是梦魇 七是关灯了 报警我们就一起回来了 等一下 那个金水给他打个字 就说我们想出七吧 告诉他这个噩耗 七号玩家的意思是 他没有暗恳 不需要看自己任务的 直接下了地下室 然后一圈发现自己没有任务 又上来了 合着他一个任务都没做 这个点应该差不多做一到两个任务吧 两个以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时间很快了 除非你的任务很近 在一个房间里能有两三个任务 对吧 我就出七了 至于三九的问题 下轮听吧 他们因为歪哥他是直接报警的 我肯定不会出的 九说三号玩家还不知道 踩了一脚 其他位置包括七 我就个人可能会出七过来 十一号玩家发现 我开局就去了地下室 然后在地下室的图书馆 做了一个搜索图书的任务 然后我看了一个配电箱的 那紧急任务一直在想 然后我就往配电箱那里跑 刚跑到门口报警就上来了 所以这一局 我开局哪都没去 一直在地下室里面 然后在现场的是 七三四九 三十个报警人 三十个报警人 我认为他发现还好 反正外哥拿网拿好人 我也听不出来 但是他报警了 我就觉得他应该偏好 九这个位置就是 把七三四 把七三四都打了一遍 说看听谁发现好 我觉得也还好 然后那四跳了的白痴 本来我想的是七四PK 那七不是 四跳了的白痴 现场就算是七了呀 那就把七出了呀 过了 归七吧 我跟那个一号的看法差不多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地下室的任务 其实你在从这个门出去之后 就开没从这个门出去就能看得到了 就是这个门从电梯到电梯 还有一条时间让你看 没掉就先从地下室嘛 我反正归七 然后我在黑灯 黑灯和黑灯的时候 跟一五中间一张牌在一起 但我忘记了 然后天亮的时候 另一张牌过来了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教室靠近那个 教室和室外中间那个走廊那边 但是这轮也不是我们 也不是他们两轮子 因为只有担当嘛 所以我擦量我赞保 然后现场的人里面 反正目前看来只有七 我觉得行为最差吧 其他囚徒和三号 三号 JY如果是JY 如果是狼的话 他不至于单刀报警 他肯定就看起来 他听不到声音 不是不交流 他听不到声音怎么办 按你来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的狼人 没必要就是要装好人 特别是在单刀 我不报警 我怎么可能不报警 我又不知道囚徒是混子 你们不能说 你们看了囚徒是混子 告诉我 然后在那个 你这么听发言 囚徒这么保 我的确实有可能是混子 但是四也在身边 对不对 你们不能拿结果 第一次说话 我又不知道囚徒是混子 我确实叫卡贵子的任务 然后天黑前我看到车圈了 天黑以后我也看到他 但是四号而且也在身边 也可能你们在周围 我没注意吧 然后初七可以吧 其实 不是主要是老人没有沟通 三七九嘛 然后三跟九的话 三是报警人 囚大我觉得这种关灯 在人群里刀 不太像囚大的刀法 他拿狼嘛 不都是换地方当战神了吗 什么厕所战神 什么宿舍战神 这都不在地下室了 我看 也不太像囚大的刀 七发言也不太好 他说什么 开局他往地下室走 但是没任务又上来 这段也挺扯的 没任务你去地下室干嘛 宋林有关灯的 对吧 出七呗 拜拜 那就出七呗 因为这个七跟这个二的发言 就是完全对不上的 开始就看到有任务了 我就直接去了那个办公室那边 因为当时我是看那个四号牌在 四号牌的角 四号牌在里面坐吧 然后我等下坐完了 我再进去了 然后我刚坐上 天就黑了 然后我就直接做完任务 我就回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 陈底卫发言 好吧 那出七没问题 因为七这个说辞 实在信不了 好吧 就那把七下了 好吧 哎 完了 我摁错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还能不出七号 这可咋办呀 麦哥 囚徒你就别砍了 囚徒你就别砍了 哦 好好 你就看着砍没 那怎么办 不是他关灯狼死了 还是挺伤的 他是关灯狼死的 对对 你看着弄吧 我跟着牧师 这谁呀 我没看他号码牌 我就给他杀了 没事 能杀就行 我往地下室走了 我也没看号码牌 是谁 我怕是出的 没看号码牌 没看号码牌 哎呦 我关这灯节 进去把码码了 21 2121是一起走的 21是一起走的 21是一起走的 好像有个尸 有得报警了 兄弟 这我被刀了一个 我被刀了一个 我把圈圈刀了 我身边有个尸体 他们全是人 应该是那个卫生间吧 是 那个尸体是在卫生间里面 当时应该也好多人都看见了 当时有不少人跟着我 0号应该看见了 4号还是谁 当时是我这盘 因为上一把韩王不是跳牧师了 然后我就跟着他走的 然后我去做的教室杂武舰的紧急任务 然后韩王做了两个教室任务 然后我们出去之后 因为卫生间里面我有个任务 就是胸八筒的那个 然后我们就一直往这边走 然后当时 我反正当时到的时候 应该是没有人从卫生间里面出来 我进去之后 然后胸八筒 然后我往旁边一看 有个尸体 我过去赶紧报警 当然看到了5号尸体 然后跟我们一起来的人 应该也不会出刀吧 反正至少这个尸体 也应该不是跟我们一起来的人砍的 我当时记得路途当中碰见0号了 其他就没了 反正我看见尸体赶紧报警了 其他的你们在盘盘吧 当时是什么呢 好吧 我就过了 基本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在经过 我和GY还有韩王 我们一起从那个教室出来 GY去地下室了 然后韩王去食堂了 然后我就在地下室 GY去卫生间了 韩王去食堂了 我就在那个卫生间和食堂 中间的那个门那里 我就等着 就是我能看两边吗 因为我去 而且我们去地下室的时候 GY应该有看到 地下室门是关着的对吧 地下室门是关着的 然后我们把 我看到GY把地下 把那个卫生间的 不好意思 卫生间的门打开 进去凶的马桶 我想就是门关着的 是不是有尸体 结果他也没有很快报警 他应该是一开始没看到 因为我后面去看到 那个尸体的位置 是在靠墙边的位置 就GY肯定是好人 他没有时间出刀的 然后我当时房间 我们房间是不是还有一个人 那个卫生间 但我忘记是谁了 然后我看一下 就是这个9号和这个2号 我中间有见到 但我不确定是谁出的刀 说实话 而且这个圈十八 他也倒了 圈十八是我们在修完教室之后 他从 就是差不多楼梯的那个位置 往我们这边走的 往另一边走 往室外那边 就是教室那边走了 但他现在已经倒牌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本来以为他是他到的人 现在一下子蒙住了 希望你也不归票 你玩什么呢 我归票 妈的 把2给归了 我在 那个 哪个地方来着 体育室应该是 我那个字挡住了 医务室 靠体育室那一侧上面那个走廊 在报警之前 我看到了那个0和1 一直往那跑 后我擦身而过 然后 我就接着 刚擦身而过没多久吧 可能我也就没走到那个体育室拐弯那个位置的时候 就报警了 报警了之后 我就直接从那个教室对面那个室外的那个口 进了 那个 室外 看到了那个10号 韩王 然后紧接着我就进了教堂 差不多就是这个顺序吧 要是1号死了的话 那大概率是这个0号把他伪刀了 从0号那个回来的位置也能看到 0号是倒数第二个 应该倒数第一个吧 因为3号不是报警人吗 对吧 所以这个0号大概率是一个伪刀狼 那个1号看着和他一起走的 然后人没了 他还有脏我 没用的 我进来的时候看到和韩王一起 我没有和那个1一起做过任务 我的任务在办公室和医务室 然后刷新了 做了4个之后 现在有一个教室 两个地下室 还有一个宿舍 好吧 那就把0 都要笑了自己 这个病都要笑出来了 初0 0是我验的旅行者 0是我验的旅行者 他最多也就是个背叛者 他又不能当人 为什么初0呢 我觉得9有问题 我现在可以再验一个人 我刚刚没验 我就急着做任务 而且我一直跟3号在一起 他一直带着我在做任务 那个他进卫生间了 其实我没敢进去跟着他 我就去食堂了 因为我食堂是有 我就去 反正去边上的地方了 应该是食堂 反正是0号说我是去食堂 我没去卫生间 因为你们说卫生间容易被刀 果然 那个3号报警了 可是你9说初0 0是我验的旅行者 他最多就是一个背叛者 他出不到0的呀 那9号有问题 对吗 那这一轮 3号你说初几 我觉得初九吧 因为你9说初0肯定是没道理的 对吗 因为我现在我是牧师 我唯一验过的人 我唯一验过的就是这张0号牌 对吗 我验出来他是一张旅行者 最多也就是一张背叛者了 那肯定他这一轮 你看不到他刀人 你凭什么出他呢 对吧 那所以我觉得9出问题了 我就这么理解 那等 那9出了 哎呀 这局是真的给我整懵了 我都不知道0和9 应该相信谁 我先说啊 我觉得2号人家 我随便 我相信你是好人 我跟你描述一下 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 我从食堂旁边的那个过道 走到那个卫生间门口 0号玩家站在卫生间的门口 左晃右晃 站着看有没有人 然后3号玩家在里面做任务 我就看着里面是不是 我就觉得里面肯定有事情发生 我就进去 果然有一个尸体在里面躺着 然后3号玩家修完任务 过去报了个警 就我就觉得他们很像是两个狼 把那里面的人刀了你知道吧 但关键就是 我和9号玩家的证词对不上 因为我记得的是 他们是在我后面 从卫生间的这条走道过来的 就是走到卫生间 食堂 灵堂 到室外 到教室这条路 那球大说 他走的是从教室到 医务室到办公室 尾刀了一个人 我不知道 因为 我很怕 因为我当时以为 他们俩其中有狼 所以我很怕 归室归室归室 然后我就觉得好了 我回头看 9混子肯定归室 我发现 他们应该是在我后面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后来有没有人看到这个零号和几号来着和三号 呃这个得看一下 但当时我真的真的觉得零号和有可能那个零号和三号里面有得让韩王看 去看上去真的很像 但我跟9号玩家真的对不上 啊 我过了 归死归死归死 首先啊 咱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7号玩家 咱们昨天投的7号玩家 一定是个坏人 我们不管他带不带刀吗 就是他一定是个坏人 假设他带刀的话 那6是他砍的 那39里面可能不出问题 对吧 如果7不带刀 那39里面是就还有一定要出问题的 这是大家能理解这个简单的游戏 然后呢 我是个好人 我跟11是个好人 我们先把位置排一排 9这轮的发言 我是听着的确像韩王说的一样 是很怪很怪很怪的 因为9在这位置 不可能这么去打这个0 因为0就算他 也首先是精水啊 0如果是个精水 是个狼的话 那只能是个隐魔 一定带不了这个刀 所以说0尾刀的逻辑是崩盘的 那球大会发出这样的言吗 如果他说好人 肯定不会啊 那他只能是一个球出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9的身份 可能就是一个偏想出 偏想辈出的一个状态 我是信实跟0这边的 那我觉得3月魂是最好人 但4号玩家发言之后 又把我整得晕晕的 4号玩家发言 感觉告诉我的意思是 0是真的是那个影狼 3是那个刀的 对吧 两个人在那边 一个把风 一个在那边刀人 听着笑是这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说出来 是有点点懵的 因为这个两个 其实完全是南辕北辙 就没法弄了 我真没法弄了 好吧 我没有 因为4号玩家刚发言 就是我发言 我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思考这个事情 那出谁 等会10号玩家规票吧 如果我能理清楚 我就自己投 我就不跟这投 如果理不清楚 10号玩家规票 我就投谁 或者11归也可以 11我觉得是个好人 11归 你们聊的我好怪 我他妈不是铁好人吗 别人住我 那你告诉我 这张10为什么不死 这张10不是全程 跟0跟3 这两张牌走在一起的吗 对吧 这是一个铁逻辑吧 第二点 就是4号牌 打0是那张隐膜 那你就得认7是那张好人牌 那你就得把韩黄盘成一张背叛者 这个是他9跟4的逻辑 我听不懂 我开局就是教室做的任务 然后地下室那个位置就响了 然后我就把紧急做了 这个时候21过来了 看到我 然后我们一起上去 然后我就走 然后我就走到那个外面 就出来了 就走室外 就往这边走 然后他就 就直接那个报警了 那你们聊的我都好怪 我觉得10得是张真目是吧 那你盘不盘 那你不管怎么盘 那0也得是张不带刀的牌 暂时不带刀的牌吧 那得出这张9吧 我会出这张9好吧 就你们4二的逻辑 我是真听不懂 好吧 过了 1号玩家发言 我跟2的想法一样 但是这个4发玩言 我真的有点不懂 你说这个屋里有一具尸体 然后0站在门口 3在里面做任务 这个0跟3 大概率不能是一个团队的吧 我觉得是这样吧 所以这个4号玩家发言 真的把我整蒙了 你你要不是上一局 跳了个白痴牌 我都想打你了 而且这个9号玩家的行程 他的行程跟我对不上 因为我的两个任务 那就是只能说9了 一个是办公室 我在一屋时和办公室 没有见过他 当时2号玩家好像也在附近 我是在体育室里面 跟2号玩家 后面就全程绑定了 我能保定 我能保证这张2号牌 一定是张好人牌 这张9号牌 我现在我有点理不清 到底他们中间是什么关系 但我能确定9一定是撒广了 9不会是个好人 那不然我给你们30秒 你们看打一下灯 因为我真的理不清楚中间的关系了 肆意发言把我发懵了 你们打灯打谁 蛤蟆怎么投灵了 灵打的是9是吧 你是觉得9一定不是个好人 那今天出9吗 可以啊 他行程跟我完全对不上 那出9吧 真的吗 都是死我了 我还是接着跟他玩一会儿去走 出0 9肯定出几 我出不了0的 谁冲票啊 两个人冲票 我跟8冲票吗 9必出 灾哥 咱第一天砍崩了 怎么说 球大是个混子 他看着我跟这个1一起走的 对啊 不是 是砍崩 不是 第一天那刀就不太好啊 砍子 那 球大是个混子 他看见我跟这个1一起走的 你知道吗 所以 所以那刀 而且那刀砍完 砍下去之后 都周围全是狼 肯定大概 那刀我直接溜了 我溜在办公室是没看到我 但是我们这还是砍崩了 有点 你接着砍人吗 我觉得我砍两个就行 对对对 你看着砍吧 我先跟着牧师走一段时间 然后我再走 我只有砍两个就行 小楼一个人去那个体育室了 我跟韩王在那个 我跟那个牧师在那个 在那个体育室那个外围那个走廊那边走 我把他杀了 在那个走廊 别往东区岭啊 别往东区岭 看我直接被砍了 他们都都都去那边了 都往那边走了 啊 去的不少 我要40秒CB 没办法 这个位置我只能砍他 那我是不是要出局了 那就看你了 你要出局 有人看到你吗 没有人看到我 不可能有人看到我的 我在第二次 好好好 弹簧不会把你砍了吧 他可以砍我呀 我隐狼呀 那没事 那没事 没事 把我出了也没事 他们应该做不完任务 四个人 你想一下 八分钟 六个 也不一定吧 我刚才带你们身后过来的 好 就11号玩家发言 尸体是在食堂靠近卫生间的那个走廊 也就是在食堂 食堂门口 就是靠卫生间的那边那个门口 然后12号玩家的食堂 我想一下 第一天 第一天是单刀 我们把七出了 第二天是双刀 那有可能七是出错了 然后今天是单刀 那今天是单刀的情况下 那九昨天出局大概率是张狼人排 对吧 那也就是第一天 就是第一天出的那一刀是这张九出的 是这个逻辑吧 四号玩家是个好人 我十一是个好人 十是个牧师 零是个精水 那就剩下三根八了呀 第一天的 第一天的刀如果是九出的 那剩下狼就是这个八了 对吧 我突然一下聊位置 我好像感觉是顺了 第一天是一刀 然后把这个七出了是两刀 我觉得时间不是很长 那今天又是一刀 那昨天出去的九就应该是个狼 对吧 十是个牧师 零是个精水 他总归不带刀 三第一天的刀如果是九出的 那三就是个好人 那剩下狼就是八了 对吧 没错吧 应该是这样吧 那今天出是个八呀 对吧 过了 听那个 十号玩家应该又验人了吧 他应该 我记得他应该还可以再验一轮人吧 牧师不是可以验三次吗 听一下十号玩家抱验人们 我昨天是真的就是那么看到的 没办法 我去得说 要不然我不说 大家都不知道吗 就是 就是我看 我过去一看 零号玩家在门口 三号玩家在里面做任务 然后我 我去那个厕所一看 发现里面有具尸体 然后三号玩家走 走上去把那个 领包给点了 然后就是这样 那这样盘下来 就只有那个八号玩家了 是不是 好像只有这样 那我过了 我不是那张狼 那小楼是张隐魔 那就是七九双狼出去的 对吗 第一天这个七已经聊成那样了 这张十一 你告诉我 你还能把这张七认为一张好人牌 我认不下来 那九昨天这种聊天 你也能把他认成 还是认成一张好人牌 我也认不下 那七九 我想是双狼出去的 那剩下那张隐魔了 那不就是这张零了吗 那没有位置了 我是张好人牌 你十一报警 四十张白 四十张白石牌 十十张木石牌 三是一直跟这张十号牌走的牌 那就剩这张零了呀 我是张好人牌啊 这位置就是这张零好牌到的这张 就是这张零好牌到的这张二啊 没位置了 我是张好人牌 那你总归要盘盘隐魔嘛 那如果你认为七九中 那个有一张好人牌 那你是盘我张八 没错 那如果七九中两张都是老人牌呢 你张十一有没有盘过吗 对不对 那出张零啊今天 我肯定会出张零的 好吧 过了 哦三号发映 哦不是十号发映 我验了三 哦三一直跟着我 我怕他骗我 三是个旅行者 那这一轮三是好人的话 那三肯定能找出这一狼吧 对吗 那肯定是最后一狼了 听到十一说的很有道理的吧 反正听三吧 好吧 那反正三是我验的精神 他这么跟着我 我想我验了他吧 我也我也不是想验他 我知道他是好人 可是呢 我也没人验 我全程他就跟着我 我也没见过其他人 我也只能验他 反正有验不验 怎么说那句话 反正就是大概是那个意思吧 你三是好人 清三说会谁吧 过了 哎这局狼人就打个灯交牌就算了 因为我是个白领 我一直没开读呢 今天就签出十一 然后明天 因为首先四一定是白痴 十号一定是牧师 我是白领 今天先把十一出了 然后那个八号和八号和零号里面 一定会有好人 对吗 就我不管你八号和零号什么隐魔 我都不想 你八号和零号站在门口 站在门口站着 我出去把那个好人堵死 直接推另外一个狼 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好吧 就今天就先把十一出了 因为其实 十一你根本就不盘隐狼的事 八号那个视角是对的 因为他还盘隐狼 八号在这个位置敢打金水 敢去怀疑零 他就应该大概率是好人 所以 但是也无所谓啊 因为我们所有神的身份都有呢 对吧 先出十一 好吧 然后明天零和八在门口等我 我随便读那个好人 因为狼人肯定不敢出门 但是你好人只要在外面等着我 我把你读了之后 直接把剩下一个人推了 就零八里面随便出一个就可以了 这不是狼人一定输吗 好吧 要不然你们 要不然剩下你们狼你就交牌 因为狼人不可能赢 我这个方法就是你妈无敌 我这个 挺不好意思的 我这个不给狼人空间了 我拿白领也太你妈强了 我天哪 搞快点啊 下一番 不是 GY你不会是影狼吧 韩王 不是 韩王我问你 GY从头到尾 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 因为这把是单刀 那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 如果有离开过 你对我闪个灯 如果没有离开过 你摇摇头 就或者蹲一下也可以 你蹲一下或者摇摇头 韩王很难动 韩王 那这样 我这样说 如果GY从头到尾 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 你对我打个灯 那这个什么意思啊 就不会了 感觉现在 我是看到GY修了紧急的 我自己是张好人啊 就我跟场上所有好人说 因为我现在有点懵 因为我本来以为 8号是张影狼牌 因为我看到 8号和2号在这个门口 就僵持了一会儿 所以我以为8号 一定是张影狼牌 然后现在GY说的 GY说的都想要不是很对啊 什么叫推了11号 11号是报警的 现在这个阶段报警 对人那是好人吧 而且11号发言挺好的 然后我问一下11号 你有没有觉得GY不太对劲 你是觉得不太对劲的吧 啥意思 但是从逻辑上来说 我是要出这个8的 就是虽然我觉得GY不太对劲 但我应该会出这个8 因为韩王不是说 韩王你得告诉我 GY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 因为这把是单刀 算了我出8 就他妈骗完巨枪一个人了 这不是我跟 那我他妈 这出门 我妈骗完巨枉了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我做了 咖啡 啪啪啪 啪啪 啪啊 太強了吧 那就只能出你的呀白哥 因为你不是 你不是可以刀 你不是说要出十一刀 刀灵干什么呀 不是给我也整懵了 关键是 小龙又说外个小龙得是好人吧 太长了吗 太长 那我没办法呀 到底是谁呢 不是 问题万一要是十一是白灵呢 我出去 我不敢出去啊 后面先发远吧 我得想一下 好吧 十一要是白灵呢 我也搞不清了 我也搞不清了 太难了 有点追论 玩具枪应该是个真白痴吧 哎呀 我都要盘这个东西了 我前面跟那个小龙说了呀 我又追了呀 我难道没看过到我跟吗 那个爱吃剑不是就是蹲吗 我蹲了呀 那个 老子就是真白灵 你们巴伯什么玩意儿呢 可是他确实是全程跟着我的 他真的是全程跟着我 除了做这个紧急任务以外 他全程跟着我 所以我把他验了 是个旅行者 所以现在我有点闷圈 那厕所那具尸体就怎么说呢 那就三灵里面 那现在三说他是白灵 直接把灵给搞了 那你如果你三是白灵 你应该知道十一是狼 你也不会搞灵啊 你觉得灵是隐魔吗 那游戏没结束啊 可是我觉得你三的配置应该 不至于会把那个隐魔早撤吧 哎呦我也没方向了 那就先这样吧 你好玩家发言 我是那张白灵牌 我真的是那张白灵牌 我一直没有开刀 我玩白灵不喜欢 就是在特别前面的开刀 因为我想在后面 如果我没死的话 我可以帮好人追伦次 你想啊 我从第一天跟你们聊 第一天是个单刀 对吧 然后我们把七出了之后 第二天变成了双刀 第二天双刀 那就不可能是 不可能说是 因为时间不长 我觉得应该是 当时是两狼在场 那也就是第一天的七推错了 第二天把九推了之后 变成了一刀 那九就是第一天出刀的那个人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觉得 那三应该是个好人 三在那个位置打我十一 零号玩家也说了 这个时间报警一定是张好人 你们得扔下我十张好人 且我是张白灵 还有昨天跟我说 不聊隐魔 你告诉我这个刀的顺序是一二一 第二天是双狼在场 隐魔他是不带刀 那张零号牌不可能开除 所以说昨天的这张八号牌 一定是张狼刃牌 还有你再去盘案发现场 你们在所有的案发现场 有见过我这个十一吗 有见过吗 没有吧 第一天的狼坑我不在 第二天的狼坑也不在 而且死掉的二号玩家 是个好人吧 二号玩家那天的发言是什么 他能保我这个十一 也就是第二天双刀的时候 我一直是跟二绑定的 这个你们得认吧 所以从你不管是盘狼坑 还是打位主 十一都是个好人 哎呀不是 就盘一个逻辑 好吧 我三号是不是这轮出刀了 当然这个肯定也不信 就盘别的吧 上一盘 我这轮 我肯定要去读零啊 因为首先啊 零的底牌 因为四号你 四号你是白痴 十号是牧师 无所谓屠成 我上轮那个就是完美方法 就肯定好人能赢 我这轮我出去肯定扎零或者十一 然后就算 就算现在零出去的是一个好人 我们今天推十一 是不是一定能赢 更合法零号 你们觉得是好人发言吗 那上一轮不是强行掰票吗 他一直说什么 那个 他说觉得我不正常 他要跟十一局出八 因为八号是不存在团队的呀 因为上一轮十一打的是八和我跟八 而且这轮十一号跳白领了 但是白领没有 他没有能自证自己是白领了 对吗 我这轮我都不敢出门 我就怕他们给我刀了 好吧 所以我就不敢出门 因为我 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不知道他们谁是隐狼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 小楼应该是个隐狼 十一号 他为什么没有 他是白领 他一定会出刀的 因为他要自证 他出刀 他让他自己再跳白领 就可以在外这边随便 那就出我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出刀 就是因为他狼有CD 上一轮自刀自爆了 赶紧出十一 我能骗到一票 就是平票 他就会给他 他就会给他 他帮他 他就会给他 他就会给他 还要出刀 他帮他 他帮我 他帮他 他帮他 帮他 инт 怎麼說 兄弟 怎麼說 兄弟 怎麼說 笑死我了 笑死我了 我錯了 哈哈哈哈 唉唷 唉唷 我錯了 我先這位 哎呀我先這位跳了白臨龜的人 11號再跳白 11號不跳白臨還好 棒棒 心都涼了 心都涼了真的 11號跳白臨方容易被出 啊今晚是衛生間那個屍體 不是 今晚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衛生間有屍體你還進去做任務啊 他沒跟我說是衛生間啊 我就去了啊 你知道嗎 就我相信你是好人的最大的點 就是衛生間有屍體 你還進去做了任務 哈哈哈哈 他沒跟我說在衛生間 他沒跟我說在衛生間